舞台上招呼孩子吃饭 来自新义乡的Dana Bima家庭队 以小孩子贪吃零食 导致吃不下正餐作为故事背景 将平常家庭生活 用足语戏剧的方式来演绎 真情流露的演出 不仅获得家庭主冠军 也希望传达出足语生活化的理念 剧情所表现出来的 真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困扰 也能够借着这样的练习 我们也在设计剧本的时候 可以反省 也可以一起享受一些好主意 未来也可以放在我们 真实生活里面来实践 南投县原住民足语戏剧出赛 包含学校以及家庭组 透过足语戏剧方式 推广语言文化 其中也不乏小小朋友 一同参加竞赛演出 真正落实文化传承的目的 阿嬷 阿公 妈妈都是讲我 当我讲母语 我觉得很甘心 透过这样的一个戏剧竞赛 让我们整个语言的文化 可以重新的在我们的生活中 以及透过戏剧一个角色的扮演中 很流畅的去使用 我相信不只是一个竞争 可能是一个共同互相学习 共同精进进化的一个过程 优胜的队伍将代表南投县 参加全国足语戏剧竞赛 希望借由赛事 增加县内更多学习足语的机会 也让各族间互相交流 为传承母语共同努力 游戏希望昏迪 平南投草坤才能报道